小伙伴们 上次又没能够完成杀死李老板的任务 两项密码相拦住我的去路 这潜行模式是真的行不通 后来我才知道是做着地图的bug 说服后重新下来地图回到这个关卡 还是一样的增加难度 但是之前两个宝箱都消失了 这下就可以过来了 这里是要说雪竟然可以穿透 好吧 来到新的屋子啊 这里下肯定有通道 我就说嘛 送给我们一些呼吸药剂 再把眼前的障碍物全都用毛料烧了 我知道这一次刺杀李老板是肯定会成功的 因为啊 这第二堵的密码墙也消失了 看这里说有箱子的 哦啦 这是哪 我怎么会浮空 这眼前又有需要烧的毛料 真是急死我了 终身可以过去了 什么 结束了呀 怎么会是这里老板呢 说好可以杀死李老板的呀 东绕西绕总散出来了 这里还有关卡吗 它不会是在最顶楼吧 好 那我就坐电梯上去 李老板 我来找你算账了 诶 这里还有个箱子 看来作者还会让我们杀李老板的 你看 这空气墙都准备好了 下到陆地 嗯 这里怎么这么多李老板的部下 作者还会准备了狗狗军团 哼 来吧 嗯 怎么召唤迅猛龙 吓我一跳 天哪 这迅猛龙被野人给骑上了 我得赶紧拿出哪两件 还敢打我 反了你们呀 这迅猛龙明明是我的呀 你看 我也是能够骑上去的 可是就是太爱手爱脚了 看来就只能够在门外就把他们通通消灭了 就只剩下最后一只 现在野人都能够骑迅猛龙了吗 你们看 这骑在上面可威武了 好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地向死李老板 作者叛变 把李老板给送走了 就只能够下期再见咯 这渡了 这渡了 好 好 感谢观看